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就比第一题稍微复杂一些了 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母停车场好像这两个题都跟车有关系 母停车场分三层每层100个车位 3和100这个当然是个随意的数字了 但可以暂时忽略 就是分N层每层N个车位 然后每个车位都能监控到车辆的驶入和离开 就是说我能知道这个车位是空的 还是说是已经占满了车了 然后车辆进入前显示每层的空余车位数量 就是车要在停车场门口还没进去 要显示每层的空余车位数量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你进去之前你要看一下空余多少个数量 比如说你进去之后再看那就晚了 万一这个停车场停满了 你进去之后再看 那你不得再出来吗 对吧 就麻烦 所以说是你进去之前就看一下 显示一下它空余多少车位的数量 然后车辆进入是摄像头可识别车外号和时间 车辆出来是出口显示器 显示车外号和停车市场 这就是整个题目的那样 它的题目呢 其实就是要画出一面类图 这是整个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三面题目 三面题呢 基本上都是技术经理来面试 技术经理面试呢 考察的一般都是比较 不是那么细极的东西 所以说它这只是让你画图 没让你写代码 因为这个写代码可能也比较麻烦 一时半会也写不出来 也比较浪费时间 能把图画出来的 基本上代码就能基本上就写出来 但是呢我们这儿 既然我们讲到了 所以说我们把题目分析完之后 我们把图画完之后 我们代码呢 再带大家一块写一下 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 好 那我们到时候呢 我们再翻过去 翻过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儿呢 你可以暂停一下 你把视频暂停一下 你自己去想一下 自己去分析一下 你该怎么去画这个图 以及你该怎么去写这个代码 你暂停结束回来之后 我再去讲我的分析 然后你们看一下 你的分析和我的分析 是不是能对得上 或者说有哪些地方不一样的 好 这儿我们回来分析一下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题目 以及它其他内容 首先这里面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 它既然画一两两类图嘛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题目所表现出的内容 它一共可以分为多少个类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某停车场分三层 每层一百个车位 这句话里面它就包含三个类 对吧 第一个是停车场的这个类 第二层是层 这个层也要单独分类 因为层里面还有车位呢 对吧 车位也要单独分一个类 所以说到这儿为止 我们就应该去定义三个class 第一个class就是这个停车场 第二class是层 第三class是车位 然后每个车位都能监控到车辆的驶入和离开 大家看第四个class是什么 是车辆 车对有个单独的class 对吧 然后这句话不仅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外呢 还有就是 每个车位都能监控到车辆的驶入和离开 也就是说我们对车位这个class 我们要给它定义一个方法或者属性 来完成这个功能 就是监控车辆的驶入和离开 对车位这个class 我们首先要能让它驶入和离开 对吧 我们要有个驶入的方法和一个离开的方法 然后这两个方法呢 要切换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车位到底现在是空还是没空 我们要通过一个状态来判断 对吧 我们可以加一个属性来判断 这句话就完善了这个车位的一个属性和方法 然后车辆进入时 显示每层的空余车位数量 每层的空余车位数量 也就是说 这儿呢 我要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是车辆进入前 不是车辆进入时 车辆进入前 车辆进入前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是层还是停车场 我们车辆还没进去 我们面对的肯定是停车场 对吧 好 也就是说 这个信息要由停车场 这个类来给我释放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停车场 这个class里面要加一个方法 让它显示出来 每层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对吧 但是具体显示 每层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那我们要把这个 具体的操作交给什么 交给层 也就是说层里面 也要加一个方法 显示这一层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对吧 然后最终由停车场 这个class来汇总 显示所有层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对不对 再往下 车辆进入时 摄像头可识别车牌号和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加一个 摄像头的一个class 摄像头 它针对一个车 可以识别出车牌号 识别出来车牌号之后 它要干嘛 它要记录 对不对 以及它这个进入时间 也就是说摄像头 它输入的是什么 它输入的是一个车辆 对吧 它输入的是什么 输入的是车牌号和时间 它输入完之后 它肯定要有个地方存储 对吧 往哪存呢 肯定是往停车场的一个往存 所以说我们停车场 还要加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车辆列表的一个属性 车辆列表的属性呢 我们那里面可以是一个列表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车牌号 作为一个key 然后呢 把车辆的信息 比如说时间啊 作为value存起来 好 这是这一句话表达的信息 然后车辆出来是出口显示器 大家看啊 显示器 我们还需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class 就是显示器的class 显示器 显示车牌号和停车市场 也就是说 车辆出来的时候 我们显示器要显示这个车牌号 然后通过这个车牌号呢 拿到这个之前存储的这个进入时间 然后用当前时间 减去进入时间 就是这个停车市场 对不对 好 大家看这么一分析 是不是 基本上这个油门列图 基本上就出来了 是吧 当然我们这儿只分析了这个 它有多少个类 那个类和类之间的关联关系呢 我们还没有分析 这个我们话题的时候再说 这个车牌号和停车市场 我们下一个车牌号和停车市场 我们下一个车牌号和停车市场